你身边的秦莫瑶 曾经比你还要高不可攀 他们寝室集团为什么破产 你知道原因吗 你为什么突然要这么怠惯 林心头 我不是突然要这么对你的 我已经计划了很久 很久 我做了什么事 直到你这么恨我 做了什么 你该不会忘了 我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吧 因为我爸 因为我爸是你爸的司机 这么多年 我爸一直对你爸卑躬屈膝的 小的时候他就指着你跟我说 这是大小姐 让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地服务你 就像我爸服务你爸那样 可是我从来没有把你当下属 我一直把你当作最好的姐妹 那又怎样 你一直都高高在上的 而我却低人意的 我从来没有想过 你会是这样想的 我就是这样想的 看在认识这么多年的份上 我顺便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身边的秦莫瑶 曾经比你还要高不可怕 他们寝室集团为什么破产 你知道原因吗 因为你爸 因为你爸骗了他们家倾家荡产 不可能 我爸不可能做这种事 是不是真的 你随便打听一下就知道了 当年洪富吞并寝室 可是商界的一个大新闻 秦氏的老大秦氏杰 跟你爸是相交多年的战友 他爸就是因为受不了这个打击 你自杀的 林兴桐 你身边所有人的不幸 都是因为你爸 你想知道老天 为什么这么对你呢 那你就下去问问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